來看立法院調校的臨時會 心意行政儀版本的 外一家條例修正案 立委要求心早的過程要公開透明 專程要錄音錄音 也立委建議說 中臺的經濟環要去外一家正正 應該要先不收所有的犯傳罪訴訟 台見環以保隆 核准去外的鑑護行 引起無論的批評 也讓放在立法院 將近一年的外的鑑條例修正策案 總算國際有進電 交警司長周飛鴻二十 也出席立法院臨時會 我們部長會同意說明 我們都有提供相關的資料 給部長那邊 因為交警機關 最高修正對提問 算不願意承認回應 不過外的鑑的臨時發生正義 就讓人這期是心早有快失 替有看有誰人在開後門 有立委政委 要受罰控制得款 重大的經濟犯罪 這個犯罪所得超過五千萬以上 有三十三位在外遇間裡面 其中只有九位繳回犯罪所得 受援人心情外一感 為人選到身材 一直對我保守比率 我都沒辦法知道 如果為建議身材時 錄影錄音 立委是持保留的態度 說怕他們去變相侵蝕 一定要全程的錄音 錄影公開 最好是就直接線上直播 以後我這些委員 我不敢 我不敢承擔這個責任 好像我為了特決給他這樣的權力 讓他進去 簽隊申請主席 行政義辦的過月鑑定在修煩 加減調驗 為原來興起 執行人國外 提高到三分之一 拜託犯十年以上 黨罪頂頂 不過國黨立委 也是有不一樣的意見 另外提出二十四案 在年會上結列辯論 看來要達成強制 是不是可以在臨時會通過 還會變速 記者中華報導